傻丫头 卢先生 你是 谢谢 我是吴侠的妹妹 郁芷兰 怪不得看你这么眼熟呢 我们到婚礼那天见过的 郁家二小姐 你还有个妹妹叫洪玉 你是姐夫的朋友 我记得 不过我是谁 罗先生恐怕是鬼人多傲事 失礼失礼 不过你跟你姐姐长得不是很像 罗先生今天来是为了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你姐姐的事情 姐姐是玉无侠的妹妹 你姐姐从霍家离家出走的事情 你肯定知道 我当然知道 这件事闹得那么大 霍家的人都很惊动 弄得我们两家也不是很愉快 无侠是霍家的少奶奶 又是名媒正娶 霍家怎么能说休就休呢 这里面的事非恩怨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无侠这一走 姐夫真的很难过 我找到无侠了 真的 他在哪儿 说了话长 我也是在上海无依中遇到他的 这事业真的很小 也真的很巧 但是 姐夫这几天 去了天津办事 还没回来 这怎么办啊 我等不了他这么多天 有纸笔吗 我 我想一遇到达 别陪营 你给他 他有纸笔 有纸笔的 你在哪儿 他没什么 技术 我还是面对你 必须亲自来 派你去都不行 你告诉他 这是我说的 我一定会跟他说 让他亲自去接吴侠回来 我也希望 看到他们两个早日团聚 好 谢谢你 那我走了 我送你 好 留步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芷兰 没什么 这是我的职责 我马上去做 芷兰 谢谢你 我刚才那些话是没法跟别人说的 我明白 芷兰 什么都是他的 你想他 惦记着他 可是 在你身边的人一直是我 冬青 我是最爱你的呀 你怎么就看不到呢 芷兰 芷兰 我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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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不到呢 我最爱的 你最爱的